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自己的腿法那是迷之自信 再加上佩奇有着一米九的身高 两米的臂长 让这家伙在赛场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相比于佩奇的随性打法 道格拉斯就请了沉稳保守许多 防守也是十分严密 丝毫不敢入手破绽 一番交手之后 佩奇眼见道格拉斯并没有对自己造成太多的威胁 于是便开始放飞了自我 竟然蹦蹦跳跳模仿起了打篮球的动作 挑衅道格拉斯 这家伙属实是欠揍 但道格拉斯并不急于发青猛攻 还是以试探和防守为主 不得不说 佩奇的战力打法绝对是属于高手级别 这家伙的拳法十分精准刁钻 也极其善于抓时机 因此 大凡是对手跟他拼战力 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着走下台 这也是道格拉斯需要调整和硬着的地方 突然 佩奇冲上前去 道格拉斯灵机一动 立刻搂住对手 将佩奇勾腿 突入了地面 这下这家伙动搭不起来了 进入地面的佩奇 哪怕拳脚再灵活再厉害 也根本施展不出来 道格拉斯试图压制住对手 然后进行地面杂拳 但佩奇这家伙也是挺狡猾 为了防止被揍 还牢牢束缚住到格拉斯的手 道格拉斯由于被控制住了双手和身子 一时间也是难以对佩奇造成太大的地面打击 双方一番纠缠后 第一回合时间到 一番调整后 比赛进入了第二回合 果然已来到战里 佩奇这家伙又开始嘚瑟 依然采用第一回合张狂随性的打法 丝毫没将道格拉斯放在眼里 但还别说这家伙的命中率还挺高 忽然就是一记后手拳 差点将道格拉斯打得栽倒在地 佩奇眼见占到了一些便宜 于是便彻底挑了起来 又准备手舞足蹈 跳舞挑衅道格拉斯 道格拉斯瞅准机会 一记扫腿将对手淡翻 随后补上一记上勾拳 踏的一下重击佩奇脑袋 将其淘汰之类台 这几拳可真是稳稳稳 佩奇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就稳稳地睡了过去 这下佩奇多年的失眠症也被道格拉斯一下子治好了 现场的观众眼见这一幕别提有多兴奋 佩奇这小子终于翻车了 可以看出 道格拉斯最后这时机抓的是相当精准 腿法和拳法的配合简直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那一记勾拳也如同雷神之锤一样 锤在佩奇脑袋上 差点将这家伙脑袋打开花了 这一次 道格拉斯也是给嚣张的佩奇深深地上了一课 让他明白低调和尊重的重要 铁子们觉得这场比赛精不精彩 解不解气